小乾坤他很適合小朋友 因為他的那個講解很簡單 他又透過故事的方式去讓他們了解弟子 我覺得是很適合小朋友去做欣賞的 小乾坤這種動畫版 能夠將我們的德語的教材 都做成為3D的這樣子的方式 讓小朋友可以很豐富的教材上去 做了很平常的一些 比較不容易接受的一些 文言文的一些字句的解釋 讓他很容易的人去吸收 大家都很開心 小朋友也都很喜歡 對啊 他們只教很多小朋友 應該要做的事情 今天小乾坤他是親自到達現場 跟孩子有很好的互動 也帶著孩子一起做健康操 然後一起再把整個小乾坤的精神 重新做了一個了解 那我相信其實透過這樣子的 一個平德教育的宣導活動 會讓孩子們覺得說 其實平德教育是很好玩的 是很有趣的 而且是很生活化的 好久yeon 很總之 這是很整理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